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 今天给大家带来熊家餐厅剧情介绍的最后一期 这部剧一共分为三期录制 想要了解前面剧情的朋友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在网期里可以找到 那废话不多,现在就开始 生活中最迷人的事情之一 就是美食加好友 表哥无法忘记和卖鸡一边做饭一边聊趣事时的默契 但这些趣事放在相亲的时候说 很可能是一场灾难 表哥兴冲冲地分享着 对方关注点却是大半夜还不睡觉的状况 相亲当然失败了 街口的酒吧关张了 表哥忽然多愁善感起来 感叹整个街区都已经物是人非 员工大叔渐渐开始学会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 欣尼又向卡米建议开展外卖来增加收入 还建议增加一些新菜品 卡米认为她有些操之过急了 后厨刚有点起色 维持住这种势头更重要一些 为此提起了缺乏耐心是导致欣尼创业失败的原因 这让欣尼很不满 妹妹小唐匆匆忙忙来招卡米 国税局要求限期内完成餐厅的报税 并缴纳拖欠的税款 否则作为餐厅合伙人的她会被扣押房产 卡米和小唐开始翻那些令人头吐无比的杂乱账目 突然一颗子弹打碎了橱窗 表哥出门查看没找到枪手 却看到帮派成员在门口逗留 赶紧披上皮衣前去沟通 请他们离餐厅远一点 别打扰生意 不论有多少糟心事 日子还得过 门还得开 简单的打扫完满地的玻璃茶 到点餐厅正常营业 表哥打起精神努力招呼客人 欣尼在后厨做了自己拿手的可乐排骨会饭 大家评价都不错 只有卡米觉得还差点意思 这让欣尼感到自己在被打压 于是就把会饭抬出去 免费赠送了一个客人 卡米和小唐再次回到办公室翻阅资料 小唐觉得自己给餐厅做担保很蠢 卡米安慰妹妹 如果换做自己也会这么做的 但是她不明白为何妹妹一直气冲冲的 妹妹直言不会 指责卡米对自己缺乏关心 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餐厅上 这个餐厅只会带来无止境的烦恼 卡米解释 自己从回来就被这个餐厅困住了 全身心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麻烦 所以她没有关注到小唐的感受 一番畅谈 两人终于冰释前前 这时卡米也翻到了小唐需要的资料 餐厅外街道上的黑帮成员骚动起来 一场冲突即将爆发 表哥跑进后出一顿乱翻 慌乱中怎么也找不到藏着的枪 心里赶紧来到前面安抚客人的情绪 然后来到混乱的帮派人群中 鼓起勇气大声打断了冲突双方 笨手笨脚地试图缓和矛盾 但双方火腰味很浓 一句不对就马上要爆发 这边表哥找不到枪 就找了把玩具枪别在腰间 匆匆赶去制止 却看到心妮正在分发三明治 一边向帮派成员提出要求 痴人嘴短 一群壮汉领着免费的三明治 低眉顺眼地听着心妮的要求 拿完三明治还希望再得到一些汽水 心妮答应了 一场纠纷就这样平息了 这令表哥意外之余 心生失落 回到后厨 表哥故意缠着忙碌的娜婶聊天 心妮让她回到前台去帮忙 但她依然喋喋不休 当心妮再次提出时 表哥终于爆发了 口吐莲花摔摔杂杂地就走了出去 纳婶追出去 表哥抱怨现在的餐厅已经变了 自己显得很多余 纳婶却对餐厅的变化很欣慰 觉得大家有序高效 连自己的厨艺都在提升 然后她训斥表哥 卖鸡已经走了 但餐厅还在 而且再越变越好 为何不去接受她呢 表哥说 她不满意欣妮一个小黄毛丫头 还在这里指手画脚的 自己要辞职 纳婶觉得她不可理喻 扭头而去 餐厅里大家正有序地工作着 卡米向欣妮为早上自己的失言而道歉 欣妮接受了 表哥则独自在后街回忆和麦基一起的往事 最终还是决定继续下去 于是偷偷报了警 看着帮派人员在警笛声中四散离开 清晨的芝加哥 大家从各自的生活赶往餐厅上班 伊伯在餐厅里大声朗读一篇美食评论 任凭欣妮怎么比划都没有停止 特别对欣妮做会饭评价极高 欣妮赶紧给卡米解释 自己并不知道那个人是美食评论 这痛解释明显话舌天足 卡米表示自己不介意 那事迟到了 他带着自己刚辍学的儿子来餐厅 希望卡米能让他当学徒 卡米只好把他安排给欣妮 因为今天自己要开始尝试外卖会非常忙 表哥拿着一张报纸进来了 询问会饭的事 并且对欣妮冷嘲热讽 卡米打断他 提醒大家准备好开始准备接外卖单了 欣妮提出想跟表哥谈谈 表哥讽刺欣妮一副女老板样子 并质疑欣妮送会饭开外卖的动机 而且修改菜单提高单价 会把老顾客都赶跑 欣妮辩解自己只是一个员工 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餐厅 同时餐厅就只是一个生意 不是慈善机构 不能只服务一块三明治 三个人分着吃的顾客 卡米出来打断两人的争论 欣妮还想跟卡米解释 但卡米请她先完成今天的工作 刚走进后处就发现 外卖系统不断的在出单 原来是欣妮忘记了 及时关掉订单系统 导致比存货多出了两三倍的订单 而且还得在八分钟内完成 这时表哥依然不忘记上来吵哄两句 焦头烂额的卡米埋怨都是欣妮的破主意 然后安排大家把所有仓库的材料拿出来制作 顿时整个后厨乱做一团 欣妮抱怨蛋糕小子还在弄甜甜圈 自己又与表哥撞在一起打翻了蛋糕 表哥当面指责都是欣妮的错 纳莎上来安慰又被欣妮会错意 卡米找不到记号笔大发雷霆 表哥想帮着弄泡菜被欣妮一阵挖苦 蛋糕小子拿着刚刚做好的甜甜圈给卡米 被卡米臭骂一顿 恶意重伤和焦虑崩溃在后厨的每个人之间传播 而且愈演愈烈 直到欣妮拿刀扎在了表哥的屁股上 才得以暂停 营业时间到了 崩溃的心仪换下工作服 蛋糕小子扔下甜甜圈 双双辞职 丢下一个烂摊子给卡米 而愤怒的卡米捡起一块地上的肉塞进嘴里 砸烂触单机摔门而去 梦里 卡米把餐厅想象成一档厨艺节目 借此把自己的郁闷和崩溃说了出来 一阵混乱中被电话吵醒 看着自己盛堆的烹饪书 内心哥哥的声音不断让卡米放弃 这个混乱的餐厅和米其林精致的食物形成强烈的反差 他们之间的距离根本就无法缩短 卡米又来到了戒酒会上 而且这一次他决定上去分享自己的经历 他说自己和哥哥麦基最大的兴趣就是做饭 从小就把开餐厅作为理想 麦基是个外向乐观有魅力的家伙 常用顺其自然这句话来鼓励遇到困难的自己 但是几年前哥哥突然就对自己冷漠了 而且拒绝他接近餐厅 让卡米颇受刺激 开始努力学习厨艺 经历了很艰难的过程 终于获得了傲人的成绩 就在这时哥哥却自杀了 把餐厅留给自己 而这个餐厅的经营状况糟透了 但这个餐厅对自己 还有里面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但不知道哥哥是怎么想的 地球缺了谁都会赚 餐厅也一样 餐厅里少了两个人感觉空旷了不少 表哥一如既往地调侃着屁股上的伤口 卡米不得不通知大家 基米叔叔要在餐厅办一个单身派对 当然费用充底欠款 虽然大家满腹抱怨 但也只能接受 娜姐忙完手上的工作到办公室找卡米 卡米正在为哥哥账本上反复出现的KBL感到纳闷 问娜姐是否知道这个KBL是什么 因为每个月付给KBL的钱差不多跟借款数额相当了 娜姐说不知道 但提起了一次 因为拖欠纸巾供应商的钱 导致餐厅没有餐巾纸的事情 娜姐希望卖鸡尽快付钱 卖鸡却说不用了 反正下个月也付不起 这个反应很反常 所以娜姐记得很清楚 卡米给娜姐放了半天假 娜姐离开时告诉卡米 自己很爱卖鸡 蛋糕小子到欣妮家做客 两人聊着欣妮学烹饪的经历 聊着欣妮做的菜 努力避开聊餐厅 但最终还是聊了回来 欣妮在美蛋糕小子的甜甜圈 并问她是否正式辞职了 蛋糕小子说自己还是会回去的 欣妮很喜欢做个厨师 为此她觉得自己会继续当厨师来挣钱 直到攒够钱自己开一家餐厅 两人又聊起了卡米 欣妮由衷地赞叹 卡米是最棒的厨师 晚上的单身派对乌烟瘴气 卡米和表哥躲到餐厅外抽烟 表哥气哼哼地抱怨餐厅开这种派对 真是耻辱 早知道自己应该阻止卖鸡吸毒 本以为他会挺过来的 没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这时餐厅里发生了冲突 表哥和卡米忙着进去阻止 结果表哥一拳 让其中一个家伙的脑袋 刻在吧台上倒地不起 为此表哥进了班房 索性那个人从SEO被抢救回来 清晨卡米把表哥接了出来 在车上表哥难过地哭起来 说自己可信赖的只有卡米了 两人回到餐厅 蛋糕小子来上班了 卡米主动和他道歉 依博发现自己的工作台上 有条遗落的内裤 大家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一样 开始工作 辛尼不在 卡米负责辛尼的工作 发现笔盒里辛尼留下的记事本 里面记录着会饭的菜单 送肉的人又把牛肉送成了猪肉 备用的牛肉已经用完了 事事都在提醒着卡米 辛尼不够 可或缺 这让卡米忍不住觉得有些好笑 但似乎餐厅又回到了起点一样混乱 于是掏出烟想点燃抽一口缓缓身 却一下子把炉灶点燃了 卡米一连的茫然竟施起神来 还好大家及时过来帮忙灭火 卡米在更衣间里面沉思 表哥过来 从衣橱下取出卖鸡的信递给卡米 卡米一个人躲在小巷里准备打开哥哥的信 但是先她给辛尼发了个信息 告诉她她的会饭还差一点酸味 然后向辛尼道歉 并表达了挽留之意 发完信息 卡米拿出哥哥的信 信里就简单地留下了那一句顺其自然 这让卡米伤心不已 在纸条的背面是一个简单的 番茄意面的菜单 并专门说 用小罐番茄酱味道更好 这让卡米哭笑不得 中午的员工餐 卡米决定做番茄意面 结果在番茄酱里发现了一包钱 于是大家把番茄酱都拿了出来 发现每一罐里都有钱 兴高采烈的大家开着罐子 赶来上班的辛尼被后厨的景象惊呆了 表哥招呼他一起来帮忙开番茄酱 卡米表示 一个梦寐以求的崭新餐厅即将隆重登场 随后在门口贴出了歇业通知 这些钱将为他们带来一个全新的餐厅 最后是哥哥麦基 欣慰的笑脸 好的 本期的剧情就聊到这里 我们每周不断更新 力量之界 龙之家族 同时也不会放过一些 优秀的小众剧集和影片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关注我们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